哈囉大家好,我是Peggy 我今天要來開箱 沒錯 我現在超緊張的 就是DW Daniel Wellington 他們就是讓我選三隻手錶 這是我抽到的第一個贊助 我超級開心的 因為我只是個小小的人物 在網上做一些我喜歡的事情 就是分享一些我喜歡的東西給大家 然後這是第一個贊助 所以對我來說真的是 非常的有意義 好,而且又是一個大牌,你懂嗎? 雖然我們有很多就是followers 但是就是能做到被一個廠商 看到你有做的一些作品 然後讓你選一些商品 那是一件非常令人開心的事情 對,那也非常感謝Daniel Wellington 然後在這裡我要做一個小小的回饋給你們 就是我有我的折扣碼 然後這邊Peggy Loves 就是你們如果最近想要買 更新威廉城的手錶或任何產品 你們只要打這個折扣碼 就會有85折的優惠 對,那這個折扣對我來說 我是不會賺到任何錢 所以你們放心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開箱 就是收到這幾樣產品 對,就是我選了 我選了三個手錶 然後還有一個手錄 然後他們又送了一個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 然後看看到底裡面裝著去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你們如果在follow我instagram story的話 就是會看到 我其實已經有打開過產品看裡面的東西 但是我還沒有實際拿出來 就是我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我拿到這商品的喜願 那我們先來開第一個 而且我覺得它的包裝很有質感 嗯,打開裡面你們看就知道了 它這個外面是紙盒 這邊 然後它就是很像皮的感覺 它的盒子 然後就是咖啡色 然後這裡是白色的 好,我要打開囉 登登 好,這是第一支 因為我可以選三支手錶 所以我就想說那一支就是選給我男朋友 讓他也可以就是分享我的喜悅 我這支讓他選的 我覺得這支很有質感 那這支他的尺碼是40毫米表盤 是黑色的 然後是外面的框是 嗯,玫瑰金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它這個 表帶是真筆的 是不是還蠻有質感的呢 好,這 這我給你們看起來有筆的樣子 我是不是該叫我的手摸過來 看一下 它每個盒子裡面 就是會這樣附贈 然後你這個打開 它裡面會有說明書 還有一個就是你可以換扣 因為它的表帶就是可以換的嘛 然後它會給你一個換表帶的工具 好 再來下一盤 它這個跟剛剛那個 外面的殼子印製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它是金屬印製的 那這個就是外包中就是深藍色的紙盒 然後它的那個 盒子也是跟剛剛是一樣的 一起打開 超美的 這個是他們的最新款 我其他我自己選的兩支手錶都是最新款 你們看一下 這是Classic Petite Bondy 應該是這樣年 然後這是32毫米的 就是有點 就是它的尺寸是很小 就是我覺得戴起來會很俗女 然後我這次選這支 是因為我看到 痾 Jane 它就是 有這支手錶 然後我一看 那時候一看到我就覺得超級美的 就是 因為我很少會 其實我手錶 我是很少會選白色的錶 但因為可能怕它會髒 對 那它就趁這次的機會 就選這個白色的手錶 我是選 玫瑰金的錶框 因為我最近熱愛玫瑰金 我覺得玫瑰金就是超級漂亮的 我等一下給你們看另外這支手錶 是玫瑰金的顏色 然後它這個筆也是真筆的 感覺戴上去就會瞬間變淑女 有沒有 好 試戴一下 白色錶太可能然後就是小心它很會容易變髒 對就是 讓你要有 好好愛護你的東西的一個 產品 好了 有沒有瞬間變淑女的感覺 自己講都笑了 這款真的超美的 而且它就是很小巧的一支手錶 我之前就超級想要 Daniel Wellington的手錶 因為他們這次的代言人是 Kendo Jenner 我的天啊 就瞬間覺得我跟 Kendo Jenner好像有點連結 自己想太多 有沒有 然後戴上這支手錶就是它時不時這樣子摸一下頭髮 就是 你看 實在你看一下這支手錶 好 再來我們開另外一支 最後一支手錶了 欸 好 外殼長這樣子 外殼長這樣子 欸 對耶 這個跟剛剛的包裝不一樣欸 看一下 剛剛那兩支的包裝都是這樣子的盒子 然後這個就是 你直接就可以 它就是給你一個盒子 然後給你打開 來來來我們認真的觀賞一下 看 我最近真的是 想要玫瑰金手錶很久了 天啊 開心開心 這支是Classic Petit Male Rose 然後也是32毫米的 嗯 價錢是 你先用台幣 給你們看一下 好美喔 我戴好了 我這個戴起來我覺得還蠻適我的膚色的 因為我就是偏小賣肌 我覺得戴起來也很OK 就是不會 不會髒髒的 我最近熱愛玫瑰金 我只要看到任何玫瑰金的東西我都無法抵抗 而且它這個玫瑰金就是很美 我真的覺得就是手錶可以改變人的氣質 就是你這樣一戴上去你的 有沒有 有點假 Candle Jenner也有同一支手錶喔 我這次也選了一個手腕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這邊 登登 然後我選了也是玫瑰金的顏色 然後它上面印有Daniel Wellington的字樣 看起來也是很有質感的一個手腕有沒有 好我們現在就來 就是這個 它這個手腕就是要搭配手錶的 有沒有 沒有 現在超流行就是你戴一支手錶你要配一個手腕 至少要一個手腕 平常的Outfit再搭配這個手錶還有手腕的話 這整體造型整個亮起來 是不是很美 它這個手腕是可以調的 我跟你們說就是影片網路上都會有教人家怎麼調它的錶帶 或者是換錶帶 然後手腕也有調大小的膠圈 你們可以去那邊看看 還有最後一樣東西就是這個 有看到嗎 它附一個就是 錶扣吧一個小小的愛心 給你們示範一下 就像這一款手錶 然後它上面的 它上面的愛心有一個love的字樣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那我示範一下它這個的功用是什麼 欸這個非常的小 像這一款手錶 你就是戴起來之後 你可以這樣子插進去 我先隨便找一個洞叉喔 只是給你們看一下它的效果而已 對然後就這樣子 是不是很可愛 一個愛心 這就很適合 就是譬如說 情人節的時候 你可以送給男女朋友 你就然後 就是它可以選這個 它這個扣子是 好像是母親節還有情人節的時候才會有 就可以選一支表送給你的情人 然後附上這個扭扣 傳達一個I love you 的訊息 是不是有點可愛呢 我來叫我的男模示範一下好了 餵 餵 我們有情手模 這個是男生戴起來的感覺 我們的情侶表 男款是40毫米 我的是32毫米 可以比一下那個大小 那女生想要就是很熟女的話 可以選32mm的 OK You can leave 好那我們這次的開箱影片 就到底結束 如果你們有喜歡我 這次選購的手錶的話 你們可以到第一家貝毒官網看 然後也可以用我的折扣碼 Peggy loves 對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點個讚 也可以幫我分享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非常開心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